你除了要懂得種柿子 把柿子種得又大又甜以外 也要懂得怎麼樣把柿子推銷到市場去啊 來 介紹你一個最聰明的農夫 你看 顧客自己上門了 要不要選 來啊 口水都快流出來了 其實每一棵樹都有一定的數量可以成長 你不要彈心 依照樹的狀況我們去做我們需要的量 現在的消費者需要什麼 我們去做什麼 我們不要彈心 每年固定它 舒適就會健康 人就像人一樣 今天你只能跑1000公尺 要叫你跑10公里 那你就 花很多時間 有一個禮拜你會退去 不會走路 我知道 訣竅 這個有這些訣竅 你今天暗算要休閒幾關 今天會囉 通常你 努力很強迫 我知道 那個 大概要500台銀吧 500台銀 到三天去的 這500台銀 一個人減不到 不行喔 找幾個公讀生 公讀生喔 不行 但是要先上課 對喔 要先之前訓練 跟你軟件 麻煩你不死這樣 而且你戴變色眼鏡 這個眼鏡 看了顏色 有時候不要 這個眼鏡就不行了 對喔 顏色是不一樣的 難怪我看起來每一顆好像都不能彩亮 會比較紅 會比較紅 每一帶變色的會比較紅 好 那 看起來就會 每一顆都被我剪光光 對 但是回家的時候就會 再輔回去 打開的時候 怎麼整個都變綠了 臉真的會變綠了 那就完蛋了 好 下面要浮好喔 浮好 要收成 要收成了 要收成了 這一顆十二兩狀 十二兩狀 馬上就有紀念的 這是十二兩狀 嗨 這挑下來的就擺這邊就好嗎 對啊 它的去處是哪裡 去處就是好朋友的肚子 跟好朋友分享的 那我算是你們的好朋友嗎 對啊 好 那我再幾個就好了 對 沒問題 因為挑起來我們就不能 不能送到消費者手上 好 就是跟好朋友分享 好 我的好朋友很多 對 呵呵 欸 這 你看 這就是品款 這我們眼中裡面看起來 品質還相當好的 已經是他們 淘汰下來的 淘汰下來的 好朋友在哪裡 有一群啊 過去 走 我以前買水果這種東西 頂多是這樣子而已嘛 是保護膜這樣子而已 對 對 根本沒有這一層啊 對 因為這就是全 這個是台灣我們唯一一個 利用我們外銷技術 做的保鮮袋 做這樣的方式 做我們台灣的送禮的市場 嗯哼 因為送禮的過程中 最怕的就是 它送到你想送的 朋友的手上的時候 打開是軟掉的 那這不行 那就 太少了 對 就不好意思 所以這層真的有保鮮的 它有保鮮的 它可以在室溫下 至少有10天到20天的保鮮期前 它在冰箱裡面是 三個禮拜後 風味完全沒有變 還是一樣的脆 那需要再套這層嗎 等一下要 後面才 還要再套這層 那一層是房子撞傷 這樣OK 現在的農民很多的部分就是說 對行銷這一塊 還不是那麼的熟悉 怎麼經過 我們的包裝 有高品質的東西 也有精緻化的包裝 讓客人 每個人來感受到 我們種植的這個水果 是甜美的 行銷的這部分 其實在宅配這個過程 我做了20年 在剛開始 被人家笑過 傻瓜 花這麼多錢 運到台北去 結果 過了五年後 整個部落都在綁下 這個部落 短短 一個小小的部落 創造出 很大的宅配量 讓所有的人都驚訝 所以所有的農友 在同一時間的時候 會送過來 一起宅配車來 運送到全省各地 降低我們運輸的成本 也提高我們大家的效力 把自己最好的東西 送到全省各地的消費者手上 讓每個人都知道 讓我們這邊的美好 我算是走在比較前面的 自己都接觸到了 在做李三 其實 李三不會做到 說你收成減少 嗯嗯嗯 但是 你可以帶著相對的收益 但是你又可以對 把土地 可以永續的利用下去 甚至你下一代 下下一代 都還可以 永續再利用這一塊土地 這才是我們一樣的目的 李三計畫 其實我就是 現在目前 我就是一個指標 在農業這一塊面 我就是做給大家看 我們可以怎麼做 做到我們 可以達到 理想的品質 而且 對土地是 更友善的方式去工作 謝謝